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的iPhone 11 Pro 已經跟我相處超過一個月時間 我今天要來用 iPhone 11 Pro相處一個月時間 心得然後優缺點 還有呢 我等一下也會先去找一下 Man's Game的Alan 也想聽聽看Alan 他用了這些日子下來 他的感覺怎麼樣 好不好 那看之前的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把小鈴鐺打開 還有我們頻道會員也開啟了 頻道會員的相關優惠 到我們的網頁下面按個加入 就可以全部看得到 另外呢 我們那個雙11的活動 已經正式開跑了 然後相關的訊息 也要放到我們的資訊欄 那我們就3 2 1 開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是Alan iPhone 11 Pro 你覺得兩個好用的地方 跟一個你討厭的地方 OK 好 第一個 第一個 網角 太棒了 太棒了 後面有廣角鏡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超廣角鏡 對 超廣角 有時候我副頻道 有拍影片 有時候用手機拿起來就要拍 對 那廣角呢 然後呢 裡面可以收納更多更多的畫面在裡面 OK 好 這是我覺得 啊 終於有 有了齁 其他品牌找到已經都有了 你是說安卓手機 就直接講 對啦 安卓手機找到 安卓手機都有了 對對對 蘋果你終於看到了 好 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好 第二個 第二個 我覺得他這一次的夜拍功能真的有比較好 那我看過其他的品牌也其實都有夜拍 譬如說比他更早 那比他後期出了我就不知道 我只會指 比他後期 他上市日的那一天之後 對 上市的款式機型 我就不確定 對 在之前的款式 大家都有在提夜拍 那其實夜拍有些 確實也都很強 但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強歸強 你是否能夠保持原來的原色 這很重要 欸你講到重點 我跟你講 我看過很多人講說我的夜拍很強 對拍起來很清楚 那個綠色已經是螢光綠 紅色已經是粉紅 然後那個字體還會變 那個迷紅燈毛邊 對齁 對毛邊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蘋果他比較厲害 就是保持原有該有的樣子 這是他真的比較厲害 我可能拍起來的亮度 可能沒有你們這幾個款式 拍起來這麼的亮 但是呢 他還是保有原來我們肉眼看到的顏色 不會差太多 這是我覺得這最可貴的地方 喔 了解 你剛剛講兩個優點都是跟他鏡頭有相關 我講夜拍應該是處理器 處理器 對 那好 一個缺點 對 一個缺點就是 我好像在逼供 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正面的鏡頭 我覺得他的廣角是假的 你看現在這樣子 現在我們這樣子是正常的 對 這樣是沒有廣角對不對 對 你按了廣角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他的廣角 把下面這個邊全部放大 延展然後頭變小 所以其實這個比例是不對的 你看 我們的頭變很小 下面變很寬很大 你注意看 他這個廣角不是真正的那種光學廣角 喔 他有點像是數位去修出來的 喔 他有點像是把你數位 然後 對 對 對 變焦的那個方法去做的 他還是有啦 但是你會覺得他的比例不太對 因為我跟大家講 通常這種定焦的鏡頭 不可能 你的鏡頭有兩個焦段 第二個焦段絕對是數位的 數位做出來 利用他中間可能鏡頭他本身的去 我不知道他原來的標準鏡頭是用數位修正還是廣角部分是用數位修正 反正他中間有個容許值 我認為那個是修出來的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所謂的我們兩個焦段 不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三顆鏡頭幹嘛用三顆 用一顆就好了 對 對 那我們剛剛看完Alan哥講的以後 大家有同感嗎 那就換我了 老樣子 先講缺點 然後再講優點 那我們先講一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 我覺得 我用了這一個多月 有時候在做網路分享的時候 常常會有斷訊的現象 這是第一個 我相信有可能是系統上的問題 這也算是第二個 我覺得穩定度可能還是不夠 所以你會感覺到偶爾有一些軟體可能散退 那我自己沒有這情形 但是我周邊有幾個朋友 是他有時候Line沒有辦法用 我先講一下 我現在版本是iOS 13.2 但我覺得13.2已經更好一些 但是還是旁邊有人有災情 這個是我覺得第二個 第三點是前陣子拉肚子 然後去看醫生 然後有醫生還有一些有幾個友人 然後他們也是用了iPhone 也是一樣都是拿iPhone 11 Pro 然後他們一直跟我說 看起來拍照好像有點變黃 之類的 在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一個解決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是一個缺點 對不對 但事實上 他是有解的 怎麼解呢? 我現在馬上算是心得裡面插入一個小技巧 好不好 那我現在這個小技巧來教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的手機拍照 甚至你看有偏黃的問題的話 你先由右上往下滑 然後這裡有一個太陽 就是亮度的部分按下去 它去後這邊有個原彩 你先把它關閉掉 像我已經是有關閉的 那關閉以後 再回來 你會覺得有解決嗎? 還沒有 另外一個 如果你真的覺得它有偏黃 自己調 怎麼調呢? 到設定 設定裡面有一個叫做 輔助使用 這邊有個顯示與文字大小 這邊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你往下滑 這邊有一個叫顏色濾鏡 這裡 你把它點下去 我現在是關閉的 對不對? 其實我剛是有打開了 但我把它關閉掉 然後你把它打開 打開 打開以後 你突然會覺得 顏色是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然後他這邊就可以有選擇 灰階什麼的 你選擇最後一個叫色調 把它打勾 打勾以後 那個上面有個彩度的部分 把它滑到最左邊 然後下面有個色相 色相 你把它滑到大概 如果這個分成三段的話 大概是三段的第一 一二三的一二的中間的 這個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調 調完以後 就解決了 因為之前有一個網紅 他有拍 他說很黃幹嘛的 但你透過這樣子 你就不會變黃了 所以這個缺點 我幫你解決了 這個是我覺得我用的缺點 我有一個一週使用心得 上面的優缺點 我就放連結在上面 你們自己常去看 那是我一週 但是我這一個月的跟我上 那個一週的 會完全都不一樣 我講他優點 他優點是第一個 他的錄影收音 尤其是錄影更穩定的 就是錄影的穩定度夠好 而且他這一次已經更新到iOS13.2 你進來相機的這個介面 然後你切到錄影的畫面 然後在右上角那邊 你已經可以自己做切換 像現在是HD畫質 然後60幀 那你也可以 你看我右上角按下去以後 他就變4K 按一下就變HD 然後旁邊的60也可以改 按一下就變30 你看 幫我這樣給大家看 你看 60有沒有 4K 24有沒有 那就是在錄影的時候 這個是iOS13.2更新以後 他有多了一個在右上角 你可以自己做錄影的切換 但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錄影還蠻有感的 因為我覺得錄影的穩定度非常重要 那我其實有挑戰一部用iPhone4K錄影的影片 現在在剪輯 完了以後會給大家看 全程都是用iPhone4K錄影拍出來的 再來第二個是 真的不用行動電源了 你知道我行動電源已經好久沒有帶出去了 因為我覺得電力其實很充足 再來一個是iOS13.2有個叫做Diffusion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他就是在拍照的時候 會把細節拍得更好 他到底什麼啟動呢 記得一件事情 不是在完全低光源 完全低光源 他就會變成夜拍的模式 他等於是有點像是比較快接近低光源的時候 然後你按拍照 他可以 會去幫你偵測 然後他就直接把你記錄進來 所以你要你這件事情 他是自動的 OK 那如果你會害怕的話 你要記得有一個東西 一定要先把它打開 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在設定 設定你點到相機這裡對不對 然後相機這邊 下面有一個智慧型HDR這裡 你一定要把它開啟 這個地方 把開啟以後就可以用了 好 那我覺得這幾個地方 其實是我個人覺得非常方便的優點 那整個其他的流暢度來講 我還蠻喜歡的 對 以上 就是我這次的優缺點 一個月新增 那你到底想要買iPhone 11 Pro呢 還是要買iPhone 11呢 還是看完以後呢 想要等明年的 我跟你講明年還早 我跟你講5G真的還早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手機要續約了 或者是真的已經差不多了 我個人覺得你就可以換了 好吧 以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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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